百姓 外面什么声音啊 怎么了 皇上 皇上没告诉您吗 皇上告诉我什么呀 奴婢听说 北墨人突然攻到了平宁城下 好凶就快抵挡不住了 皇上准备出发 亲自独战 速速为我准备战役 皇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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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的要去亲自独战吗 没有人比朕更合适了 可是你是皇上 万一有什么闪失 我是怕你有危险 平宁城快不保了 唯有朕亲自独战 才有希望 那你带我一起去吗 万一有什么闪失 我们还可以互相照应着 你别开玩笑了 快回去 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吗 杨夙 不 你在将军府看着娘娘 要寸步不离地保护她 不准她出将军府衣部 万一城破 你要护送娘娘安全离开 遵命 皇上 娘娘 放开我 皇上 娘娘 七少 皇上 皇上 放心 皇上 走 皇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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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编住 七生 七生 娘娘 娘娘 别闹了 倪贵姓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 卑职杨素 不 娘娘咱们以前见过的 我是杨玉第三个儿子 旁人都说我与四弟杨颜 长得十分相似 我知道 我故意逗你玩呢 你应该知道吧 我跟你弟弟杨颜是好哥们 哥们 哥们就是好兄弟 知道 都是自家人 你给我行个方便 让我出去 皇上跪嘴下来 我一个人担着 娘娘 使不得 我说你们这兄弟俩 一个言一个素 倒是该言素的不言素 不该言素的瞎正经 我告诉你 今天我非出去不可 娘娘 谁敢拉我 要杀要割随便你 只要卑职活着 就不能让你出这个门 你 你让不让我出去 娘娘 娘娘 怎么 你也想拦着我 娘娘快走 奴婢断贺 姑娘你这是 娘娘 娘娘快跑啊 姑娘 我怕你 不是 我怕你 你带我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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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带我去